听众朋友们,今天的台长将继续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,很多的事情都没有经历过。 今天呢,台长想跟大家讲一讲的,叫菩萨献身。 可能很多听众都听到过,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过有寂宫菩萨。 在人间,关心菩萨,很多菩萨都在人间。 那么今天呢,跟大家谈一谈,为什么菩萨天生,为什么菩萨到人间来,为什么菩萨到人间之后跟我们有明显的感应。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,因为菩萨呢,它是无心的,也就是说,它这个心啊,是没有自己的心。 它是以众生之心为心的。 因为众生是什么心,它就是什么心。 所以呢,菩萨,心是慈悲的,因为众生也是慈悲的。 大家记住,当一个人看见出车祸的时候,当一个人看见这个人掉到河里去,或者被某一件突发事件死掉的时候,很多人都边上很自然的由心发出一种感叹。 哎呀,真可怜啊,真作孽啊,等等,这些是什么呢? 实际上,这些就是因为众生之心,众生之心皆具佛心,就是佛菩萨之心。 所以菩萨本身无心,他以众生的心为心。 所以菩萨还有一个,无境,就是没有境,就是没有环境,没有看得见的东西。 因为你的境,境界也好,你所处的环境也好,因为你众生什么境,它就是什么境。 所以呢,有感即通,什么叫有感即通啊? 因为菩萨的心没有,境也无有,那么以众生之心为心,以众生之境为境。 那么,所以,你们就会有感觉菩萨和你是通的,你就会有感觉菩萨跟你是心心相应的。 因为你很多时候就觉得,哎呀,菩萨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想法,帮助了我。 实际上,这就叫不谋而合呀。 不谋而合,实际上就是有感应。 感应即通,一有感应,马上你就会跟菩萨通了。 所以,当人在求菩萨的时候,他一定会慢慢感觉到通了。 那么,大家知道,一个人善良的心,一个人的良知,良能,他是由众生心之本体。 也就是说,因为众生本性当中是很善良的,本性当中是很,有这种体能的。 所以呢,也就是能够体悟出人生的那种善良的东西。 所以,良由众生之本体,也就是说,良心善良的东西是人本来就有的。 那么,与菩萨的心呢,是息息相通的。 因为人的良知良能呢,一定会和菩萨息息相通。 因为本来就是菩萨之心。 所以呢,我们讲众生,有时候呢,大家知道,众生呢,悲绝何成? 足成通而不同之相。 是什么意思呢? 那么,如果你是众生,你要懂得觉悟, 你要懂得合成,你要懂得悲绝,也就是说,正反你都要觉悟,啊,你要合合而一,和天地,人,和菩萨,心,要合一。 就是我们经常在人间讲的,就是我们经常在人间讲的,像天时地理人和。 这样的话呢,你就成为通而不同之相。 也就是说,你通也好,不通也好,它已经成为这一个方法了。 当一个人不能想通的时候,实际上,它就成不通之相。 当一个人想得通的时候,它就成通之相。 实际上通和不通,都是一种现象。 是你念经的时候,是你念经的时候,给菩萨的一种信号,一种信息。 所以,如果我们念经,只要一念生性,拼命地念经,虔诚地念观世音菩萨。 啊,啊,背弃你的,尘埃,和,就是,结合的和,你的觉悟,也就是说,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要背弃它。 尘埃,尘世间的事情都要离开它。 啊,你就开始,觉悟了,你就开始,反弥归悟了,也就是,反谱归真了。 啊,啊,当一个人,反谱归真之后,实际上,它又成通之相。 我们呢,如果在人生当中,遇到极大的艰难险举,啊,凡是我们遇到极大的艰难险举,啊,我们只要意念一到,就能够得到感应。 也就是说,当你念经念的好了,当你跟菩萨的气场一直通的时候,不管你遇到多大的艰难险举,遇到,啊,山崩海啸,遇到你的危难的时候,你只要一个念头观世音菩萨,你救救我吧,你就获得感应了。 啊,这就是靠平时,所以,这个时候呢,很多菩萨还会现身,啊,现身给你看。 实际上,实际上,很多人在危难的时候,都会,菩萨都会现身来救你。 很多人在梦中,碰到危难的时候,他一叫观世音菩萨,他能看见观世音菩萨。 啊,所以,观世音菩萨,所有众位菩萨,他们不但有情声,他们很慈悲我们,啊,虽然,有时候有山河树木阻隔,有桥梁传收,有楼台防舍,有墙壁村落,菩萨都是会随时随地地显现出来。 而且,菩萨显现到人间,会随机现,也就是说,随着机缘来现出。 所以呢,我们,不管是谁,哪怕你已经到了没有命的时候了,哪怕你已经到了绝处了, 你都可以通过念经,通过学观世音菩萨,你可以重步的重新登上彼岸,重新遇难成墙了。 虽然,虽然你没有躲避处,但是,你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度,你就是得到最大的遮蔽。 所以,种种种的菩萨到人间来救度众生的故事,难尽宣说呀,啊,你知道有多少故事,说的菩萨下来救人? 谢谢观世音菩萨,随时随时随地在帮助我们,随时随地地在救度众生,那才叫菩萨。 观世音菩萨是慈悲的象征,也是菩萨中慈悲的典范。 让我们学习慈悲,让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,救度更多的众生,帮助更多的受苦受难的众生。 这也是我们学佛做功德必经的一课呀。